点菜这里面还有别人点的 为啥呢 老板娘在哪啊 我找她退钱 云南西装满的 来晚了就吃不上的 人气小炒店 仨人260 今天专门挑4点多来啊 不然怕吃不上啊 有位子没得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菜啊 有没有啊 老马就出来了 杀猪菜我想点一个 我们都没有啥不一样啊 傅远 点菜这里面还有别人点的 为啥呢 不是你的菜你减掉 餐费减不掉 我们不是7个人呢 下来你找老板娘去请就给他 什么料理 啥子 风味胥小炒 越来越软越热越热 佐料牛肉38块 芹菜香菜小米辣 牛里脊肉抓脸姜和佐料一起炒 没有盖锅牛肉的香味 很像川菜的感觉 加了薄荷就是云南风味 沙猪菜40块 这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沙猪菜 肚 肝 腰花 呦原来版纳这边的沙猪菜是这样的 尝一下肝 切得薄 还带有一点点脆度 尝尝肚 嗯 内脏处理的非常干净 没有腥骚的味道 这是云南的炒糖 摘了一点点酸 所以它是一个简单的火候炒菜 招牌菜炸排骨38块 差不多15 6 7 8块吧 本地猪排骨 外皮胶里面嫩 这个东西 炸薄荷 吃到这觉得好像炸排骨哪都有 放上了这个炸薄荷之后 有点西装版纳风情 芥末茅土50块 是拿水焯的 特别的地方是蘸这个 它这个用的是那个腊肚 比较冲 用这些料都是想去腥 蘸酱油芥末 没有蘸麻酱好吃啊 我个人觉得 风味鹊小炒40块 干腰 肚 鸡杂 韭菜 韭菜根 它把那个血啊 融在这些料理 扔锅里炒 咸香 那有点像我们吃沙猪菜 吃雪肠的感觉 老奶洋芋15块 土豆原味加了油 放了一点酸菜 辣椒 小葱 沙沙的口感 吃完我就知道 为啥这么多人了 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 就撒嘴 不喝味 爱说话 你们掌心累点好吗 全是垃圾啊 没听我吗 你怎么反正好 好多苍蝇 飞到菜上了 哎 没有服务